這個每次有要先算那個CAMELA的次數 12支就是標指,超過16支就是危險 到22支就是國有大事 我看出來大概22支了,這也是危險 12支以下就隨便辦這樣,到22支就要全省戒備 我現在每天都先斷 麻煩請先行入座,我們的現場即將進行聯合,謝謝 副總,我們先問國中指,是不是已經完成了14支來的對付 是,今天我們台北市政府跟台北雙星公司正式簽約 就我們火車站這個西區門戶的整個開發案 那確實在2005年的時候,我們交通部跟台北市政府 基於桃園機場捷運的開發 那也簽訂行政契約,委由市政府來做土地的開發 那現在已經招商成功,我想對於我們的首都的地標 國家的門戶會有嶄新的氣象 而這個也是在確實推動我們六鐵共戰 那未來的車站呢,跟人們的生活關係會更明確 那也是國土規劃裡面,我們希望發展的TOD的模式 所以我一方面,以這個交通主管機關的身份 另外也是啊,我們台鐵局跟鐵道局是最大的地主 那也會因為這個開發案,得到應有的利益的分配 那同時我們也很期待,這個環島的鐵路網 因為這個案子的簽約,能夠往前再推進一步 那周邊的幾個重要的土地開發,還包括台北郵局 還有我們鐵道部的博物館,以及我們緯郵一萬一兔的這個土地啊 市政府的一個開發,所以我們非常高興啊能夠簽約 那工程未來能夠順利如期的來完成 市長,請問一下你怎麼看徐董事長說 您本以為大學考落房,所以要被通知候補入取 甚至說賣股票把自己押進去 你怎麼看從南海控股到現在,藍煙混會集團 這一連串風波情緒 反正我的個性,照SOP,照FlowChart的流程圖 反正我們一開始就設定好流程圖,然後就按流程圖走 這樣最沒有爭議 那因為現在南海控股沒有提出意義 那會不會擔心未來的建設在法律上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我們是確定在法律上是可以進行我們才走的 所以這個大部分都有問過法律專家的意見 因為他這樣好像在提起政治動作嗎 對啊,但是我們 不過是這樣啦,我還是講一遍 我們一開始就設定好流程圖,按照流程圖走 所以每次說我們先公佈流程圖就沒有問題 部長先請教一下,因為愛奇摩天輪,您批韓國瑜市長是卸者 不過他昨天說,你應該好好管好你的部下,因為他讓你們都狀況外 我狀況內 那就是依照程序啊,他確實還沒提出具體的開發計畫 跟取得這個協議書,那我們會協助他 那一個建設嘛,我想總需要遵守這個法定的流程 所以我們樂觀啟程 我自己在擔任台東市長的時候,也曾經推動過跟台灣港務公司合作 三井Outlet Park的摩天輪,所以我知道程序怎麼走 所以說他需要進一步了解,我於公於私啊,我都願意來協助他 部長有關於觀光局現在要變成觀光署,可以幫我們講說何時會成立嗎? 另外這個部分我在找時間好不好 春節加班機的問題有台商認為說是可以延長這個時程? 目前這是依照網例,這個春節加班機,就春節前後兩週 那目前都正常進行,那如果因為現在正常的班機也都還有機位 那並沒有另外提出特別的需求 那因為這個有兩岸協商的機制,如果要有增加 那我們會配合陸委會來辦理 我相信我們都希望讓台商、返鄉投票能夠過年 我們會全力協助 官方區別官方區有什麼規劃嗎? 那有人在講說有沒有政治力的干涉跟建物? 如果有的話應該來自對方 我們台灣其實很開放,就依照程序辦理 那往例就是前後兩週,在春節前後 那如果他需要增加,那如果有這個需求 就循我們正常的程序來提出 好,謝謝,謝謝 我們還有沒有主題,沒有主題的話 那我們就請部長,就先鳳部長跟董事長 東長,謝謝